这几天一直玩我的AD打野 冷落了我的杰哥 这个新妈妹啊 我本以为 对吧 有收集者 咱们能吃到红利 但是奈何啊 这个顿光顿太厚了 所以巨蛇之牙是必备的 收集者基本上没有机会出 有时候对面那种 对吧 像卡马 或者是中单是个牙索 下路AD两个都得出顿光 你甚至第一件就得巨蛇 打野杰出巨蛇 可以啊 但是就是 没有幽梦的一触 有时候你可能对吧 就是下面打起来了 你赶不过去 简单来说就是没有幽梦 可能会失去一些机会 中单截的话 可以第一件巨蛇 打野的话 我还是喜欢第一件幽梦 幽梦加三项 然后第三件的话再巨蛇 反正就当前版本 如果对面有虚弱的情况下 基本上是不可能切死的 就以前的版本我玩截 只要我起来了 我优势 基本上我都不需要穿差平A 中两个费标 或者是对吧 A出一个被动 基本上就杀了 这个版本军事局的情况下 三花俱顶 打出被动 说不定能秒一个脆皮 前提是对面不能有虚弱 即便是优势的情况下 中两个费标 也得跟着A 必须A出被动 所以说杰这个版本是 有点乏力 就是有风险了 知道吧 他需要进去A人了 以前杰的话 对吧 比较风骚 就是对面摸不到我 我用这个E技能和Q技能 就把对面刮死了 现在的话不行了 以前优势局确实可以做到 对吧 偏夜不单身 现在的话是需要冒险了 就拿这把举例 我很明显的感觉到了 即便拿到了优势 还是感觉输出有点乏力 一个技能型的英雄 还是优势的情况下 需要进取 平凡的补平A 感觉就是 没有刺客的味道了 昨天我玩截 抓对面的牙锁 那个牙锁很鸡贼 他出了一个盾弓 然后直接一个斗篷 直接把暴击率 对到了90% 他半血 把我们家中单给杀了 然后我满血的杰 全技能 红蓝双buff 我一套技能 跟着A了半天 那个盾一触发 我当时心凉了 吓得我赶紧换位闪现跑 真的就盾弓这个盾 下班每条步屈 我跟设计师信 都说杰可以出巨石 关于是你出巨石 这个盾减半 它还是很厚 这个盾是肯定要改的 就拿以前的石像鬼 石像鬼刚改版的时候 那个时候不是石像鬼联盟吗 人均石像鬼 盾弓的盾 比石像鬼还厚 触发之后 还不会减少自己的伤害 比石像鬼还离谱 你想想石像鬼都砍了 这个可能不砍吗 单纯的让 就是能出顿弓的英雄爽爽而已 我看最近也有很多水友跟我说 这版本太快了 没意思 其实我感觉 节奏快了挺有意思的 因为我 对吧 我歪了三年的龙 我感觉这个节奏 我还能适应 如果说你没怎么歪王者荣耀 就是从端游直接过来的 你确实适应不了 这个我理解 但你要是有歪王者荣耀的经验 这个节奏说实话 完全适应得了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因为以前我就说过 要么走竞技路线 对吧 搞得严谨一点 要么就搞成快摊 别一边 对吧 立排榜 我是竞技游戏 一边往快摊那边改 高不成低不就的 你还不如放开了 对吧 反正这个版本 我是玩的挺嗨的 可能喜欢玩 发育英雄的玩家 很难受 因为你发育半天 对吧 也顶不住对面 前期滚起来的雪球 就比如节 对吧 这个版本节奏太快了 节这个英雄 其实也挺吃发育的 他前期 前两个大招 要是没有人头的话 他后面就很难受 没有经济优势的节 你既能打满 都不一定 秒的掉一个AD 所以的话 自从版本更新之后 节的话我玩的很少了 我宁愿玩打野维鲁斯 我都不想玩节 说实话 打野维鲁斯真的好玩 真的 跟其他AD一样 就是怕野区被单抓 如果说郑师傅以后 会同步 体验服的自动惩戒 那才是打野AD的 辉煌时刻 因为他可以带两个召唤式技能的 知道吗 一个ADC 手本来就长 然后带个虚拙 带一个闪线 也去横着走 明天给你们看看 我的打野维鲁斯 然后这边的话 对吧 这个段位的通病 小龙刷新 从来不看 即便我信号打烂 也是爱离不离 他们宁愿去边路 吃那三四个兵 他都不愿意来资源团看一下 所以有时候 这个发信号 对吧 也没什么用 急的还是你自己 所以现在我很少 在资源团的时候 发信号 像我直播的时候 我抱怨队友不来 很多人说 你为什么不发信号 对吧 不是我不发 因为我知道发了也没用 就比如这里 对吧 对面朝大龙靠了 没有视野 但是我就是得过去 因为他有可能秒大龙了 这个版本五个人 抓大龙非常快 但是我只要一探 然后就被蹲了 对吧 这怒手都零杠三了 你还不如去探个草 我刚才在后面等 就是希望怒手去探 结果他不去 那你怎么办 对吧 我要不去的话 万一对面打大龙怎么办 所以说这就很尴尬 对吧 我探草丛被勾了 弹幕会说我 拿了全对最高的经济 大龙都被偷了还不知道 所以说我是很艰难的 你看这边的话 我大优势得及 对吧 我经济这么高 还得在卡莎没有顿弓 和大招的情况下 才勉强给他做掉 刚才如果说对吧 卡莎有顿弓 或者是有大招 你说对吧 设计师的思路很好 不希望AD被刺客误到秒 这个是对的 但是综合我最近的游戏体验 已经不是刺客秒AD了 我已经看到无数个卡莎 刺客切他 然后没切掉 他飞过去把人家给秒了 很多AD都这样 刺客经济没起来 他有顿弓保命 还有虚弱 刺客只要没切子 那挂个虚弱就完了 所以说 让AD活下去很好 但是 你这直接跑到人家刺客脸上 把人家秒了 到底谁是刺客 还有这个传统法师 对吧 世人是鬼都在秀 只有法师在揍 你看对面这把 明明玩得很好 为什么会说 因为对面有个发条 什么有都没有 真的就跟吉祥物一样 我感觉现在这法师 就跟吉祥物一样 唯一的作用 就是远程丢重伤 剩下的交给AD和战士 不过应该快了 顿弓学不学我不知道 反正卡莎是肯定必学的 我估计对吧 要么基础攻击力 要么就是Q技能这个加成 要么就是大招的盾 改成AD 减少 AP增加 然后玩家就去玩AP卡扎 设计师也就这点活 然后这版的话 我要夸一下这个露露 他虽然是跟这个AD双排的 前期一直跟着AD 对面辅助都游走了 他也不动 技能的话就全给这个AD 因为是双排的 对吧 只不过 我说了他两句之后 他就知道给我大招了 所以说这把他能赢 对吗 就是这样很好 对吗 我最讨厌就是 就无脑 跟自己双排的人 技能也全给自己赌排的 如果他确实是有优势 玩的比较好 你确实可以给他 但这一把 他确实对吧 没伤害拉了 前期没发育好 那你就先保着 目前来说经济最高 伤害高的人 这样的话他打残了 你的队友说不定更舒服 就比如这一波对吧 我虽然记得 但是我的AOE拉满了 导致这一波女警拿到头了 如果第一时间我被秒了 我没有打出AOE伤害 即便大招给了女警 你觉得靠这个女警 他能就这一波团战 你看伏不起大头 然后这里最后一波远古龙团 我大招EA这个龙 然后被石头人拿了 他沉默了一整局 最后拿到远古龙 立大大功 这里的话 今生W拉上去EQ 现在结想代飞 真的好难 以前只要经济起来了 那基本上对吧 一个打五个 不说一个打五个吧 一个打三个是真的行的 你看现在的话 就是用以前的那套连招 大招回来WQ 只能挂对面一层皮 必须得找机会 多补几个平A才能拿人头 但是对于脆皮刺客来说 你每A一下 就代表你越危险 你像永恩还有顿弓 对吧 我本以为这个版本 暴击伤害虚了 永恩应该抬不起头来了 结的话 因为书记者起飞 结果呢 对吧 永恩不会是亲儿子 没有变弱 反而更强了 永恩同经济 都跟战士一样 顶着正面打 结果呢 对吧 结果经济没有优势的情况下 只能在后面偷弹血 对吧 对吧 感谢观看